清朝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一些年老的太监都会在京城附近的寺庙中养老 飞于京城之内的立马关帝庙就是其中一座 公元1925年也就是清朝灭亡的13年后 一位已经65岁的老太监在这座寺庙中去世 他就是清朝末期慈禧的二总管崔玉贵 可别小瞧了这位崔太监 年轻的时候他功夫了得又很会演戏 因此得到慈禧太后的赏识 再加上他心地善良也懂得察言观色 最终被提拔为二总管受三品贤 当然了在斗争激烈的深宫之中 崔太监纵然是从善如流 也不免做出一些违心的事情 而他一生中做过最坏的一件事情 就是听从慈禧的命令 将真妃扔进了井内淹死 对于这件事情他一直耿耿于怀 因此他晚年回忆时也经常感慨 真妃娘娘他真的很了不起 自古帝王多薄情 但也有痴情的皇帝 一生只娶一人 这人便是名孝宗朱佑堂 他也是封建社会中少见的一夫一妻的帝王 在清朝也有着这样一位帝王 光绪帝 虽然不似朱佑堂后宫只有一人 但他极为真爱的人只有真妃 两人的爱情故事也是清朝的一段佳话 真妃自幼跟随着时任广州将军的伯父常善长大 常善虽为武将但却神知文化的重要性 因此让真妃与其姐姐一同受教读书 广州作为清朝的对外贸易港口 是最先能够接触到西方先进思想以及产物的城市 所以真妃在此耳濡目染之下 学习到了许多西洋开放的思想 这也使得长大后的真妃形成了活泼开朗 好学 乐意接受新鲜事物 开明的性格 后来真妃跟随着姐姐一起 返回北京生活后 恰逢慈禧为光绪帝选妃 真妃和姐姐一起被选入宫中 她在13岁时被封为了真妃 根据流传的照片可以看出 真妃皮肤白皙 五官精致秀丽 是清朝难得的美人 相较之下 性格呆板 样貌普通的龙玉皇后就逊色多了 虽然真妃姐姐面容也较好 但她的性格却与真妃恰恰相反 她更加安静内向一些 而真妃性格开朗 外向 在初入宫时就彰显出她较高的情商 真妃嘴甜 讨得慈禧经常开怀大笑 让慈禧很是喜欢她 慈禧趁着六十大寿 进封她为妃 真妃不同于被封建王朝所束缚了思想的女子 她天真烂漫 了解光绪帝受慈禧掌控下内心的痛苦 她也时常体贴关怀光绪帝 让她感受到了深宫之中 久违的温暖 而且真妃长相甜美 思想单纯 因此光绪帝对她很是宠爱 但正因为这份独有的宠爱 让真妃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长期的后宫生活也让真妃逐渐地厌烦了这种深受束缚 缺少自由的生活 好在光绪帝也深知坐着金丝雀的痛苦 便想方设法地让真妃能够开心 当时西方而来的传教士带来了照相机 这让真妃很是感兴趣 但慈禧却深信鬼神之说 盲目地认为照相机是射魂的法术 于是慈禧连带着对喜爱摄影的真妃一起厌恶了 但受到光绪帝独宠的真妃 丝毫没有在乎慈禧对她的态度的转变 反而愈发地肆意妄为 随心所欲起来 后来真妃在御花园中游玩时 见到慈禧身上所穿的珍珠罩衫很是喜欢 便想要一件一样的珍珠罩衫 可是人人都知道 珍珠是慈禧太后最喜欢的珠宝 她几乎成了慈禧的代名词 旁人就算是喜欢 也不敢轻易地佩戴 真妃自然不会想到这方面 她一向不注重宫中的繁文礼节 而光绪帝对她也是有求必应 让人给她做了件珍珠罩衫 慈禧这边也听闻了此事十分的气愤 先是训斥了光绪帝纵容真妃 又以浮华奢侈仗罚了真妃 并且将其降为了贵人 但真妃凭借着光绪帝的宠爱 并未将此事放在眼里 由于她平时对下人仁慈宽厚出手大方 而她的俸禄根本无法满足她的开销 于是真妃开始铤而走险 脉官欲绝 虽然在晚清时期脉官欲绝是很正常的事情 就连慈禧自己也这么做 但这也让慈禧抓住了真妃的把柄 但最终导致真妃被慈禧彻底咽弃的原因 其实是真妃支持光绪帝的违心变法 因为慈禧对此持相反的意见 所以对于占对立面的真妃 慈禧欲发觉的真妃此人留不得 便将真妃打入了冷宫 据一位叫崔玉贵的太监晚年回忆 当时慈禧下令不让人跟真妃交流 漫长的日子里只有她一人孤独地度过 可想有多寂寞 并且还在节日忌日这些时候 让老太监指着她的鼻子训斥她 真妃跪着听完训斥后还得磕头谢恩 逃难时由于不想带上真妃这个累赘 慈禧便找了个由头跟真妃说 洋人即将攻入城 若你被侮辱不仅会丢了皇家的脸面 还会对不起列祖列宗 但真妃不愿意被抛下 反而质问慈禧 可以让皇帝留在宫中坐镇 太后一人逃亡即可 这让慈禧震怒 她下令让崔玉贵和另一个太监 将真妃推进了顺真门旁的井里 在真妃死后慈禧为了能够给光绪帝一个交代 便把责任推在了崔玉贵的身上 将其撵出宫 真妃是封建王朝历史上难得接受过西方文化教育的后妃 因此与慈禧的封建思想格格不入 并且她的兽宠抢夺了光绪帝对慈禧侄女龙玉皇后的关注 再加上慈禧愈发的厌恶真妃 使得真妃最终被推入了井中 落得惨死的下场 但她即使是在死前 也不屈服于慈禧 这让把她推入井中的崔玉贵 也不由地发出感叹 称赞真妃是个了不起的女子 虽然真妃年轻时颇为贪玩 也喜欢猎奇 但她胆大心细 在国家的大是大妃面前能够挺身而出 为皇帝出谋划策提供帮助 是一位难得的贤内助 若假以时日等她的性子成熟 肯定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人物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